什么是癌症? 癌症是在我们的细胞而来 细胞构成了我们身体的器官和组织 每个细胞都有一个称为细胞核的控制中心 细胞核是我们身体 接收讯号表示细胞何时应该分裂和生长 何时应该停止 细胞核之后会告诉细胞如何做 细胞通常会以一种受控的方式来进行分裂 制造新的细胞 当一个细胞不再被需要或者不能够被修复的时候 它就会收到一个吩咐停止工作的讯号 然后细胞就会死亡 有时讯号出错,细胞出现异常 细胞不断分裂,制造更多异常的细胞 这些细胞形成了一个称为肿瘤的肿块 并非所有肿块都是癌症 医生可以采集肿块中的一些细胞 这个过程称为活检 他们会在显微镜之下观察这些细胞 检查种块是否癌症 在谈论到癌症的时候 了解一些关于淋巴系统的知识会有所帮助 什么是淋巴系统 淋巴系统又在于保护我们免受感染和疾病 它是免疫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由遍布全新的淋巴结群组成 这些亦被称为腺体由细管连接 它们过滤了病菌和疾病 当你有感染的时候 淋巴结在对抗感染的过程中 往往会出现肿胀 有时 癌细胞会在癌症最初开始 发现的地方 它们可以通过淋巴系统和血液传播 当细胞到身体另一个部位的时候 它们可能开始生长并形成另一个肿瘤 我们发现 很多治疗癌症方面的情况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多癌症患者是被治愈的 即使癌症不能够被治愈 它们往往是可以透过治疗加以控制 你的医生或者护理的团队 会可以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默克米伦 癌症支援机构 如需要资讯、支援 或者只想找人讨论 请致电 0808 808 0000 或浏览 macmillan.org.uk